这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古代仙药 当专家把仙药放到显微镜下面检查时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这竟然是无数皇帝追求的生仙药 墓中相继发现大量金银器具和炼丹器皿 但墓主却不翼而飞 难道他使用了生仙药飞升了吗 那他究竟是哪路神仙呢 2018年10月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的沙场西路 几名考古专家在研究手中的铜镜 没错工地中又挖出古墓了 专家们也是见怪不怪了 仔细打量着已经出土的几个青铜器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 这座墓中竟然有青铜顶 顶上滑腻的粘着一把青铜勺 虽然青铜顶不大 但是也足够证明这座墓葬属于贵族墓葬 仅仅发掘了一半就已经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 铜镜铜盆铜灯底座等等 拥有如此之多的陪葬品 墓主人会是某位帝王吗 专家判断这是一座汉代时期的墓葬 墓道用雕刻细腻的花纹石板隔开 形成了两个单独的墓室 这种形制依反汉代前唐后世的结构 墓主人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一切的秘密都潜藏在地下七米深的洞穴中 我一会儿清理耳室的队员又发现了一尊铜顶 小心翼翼的清理干净周边的泥土 原来这是一柄青铜壶 完全清理干净后 专家发现这柄铜壶上有铜环 壶身上面雕刻着一只异兽 专家查阅资料之后得知 这只异兽名为胶图 是龙的九子之一 这样的装饰名叫俯首贤环 最早出现于商代时期 在那个巫术横行的时代 巫师掌管着大部分的权力 青铜器上雕刻着这种装饰 是为了与神明交流 而到了西汉时期 早就从神拳转变成了王拳 那么牧主人拥有 能与神明交流的铜壶 他是为了什么呢 将青铜壶完全挖出后 发现后面还藏着大量的淘气 并且还会有彩化 这让专家很是震惊 在将铜壶爆起时 专家感觉到了异常 这个壶虽然大 但是也没可能这么重啊 在晃荡几下之后 里面竟然还有东西 最后我们和北京科技大学 专门搞这个化验里 和他们合作 最后检测 就是古代人用的 生鲜药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 首次发现的古代仙药 干着淡绿色的药浆流入容器中 考古人员无不感到心跳加快 当专家把仙药放到显微镜下面检查时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这竟然是无数帝皇追求的生鲜药 墓中相继发现 大量金银器具和炼丹器皿 而墓主却不翼而飞 难道他使用了生鲜药飞升了吗 那他究竟是哪路神仙呢 当挖出这个神秘铜壶的时候 专家上手晃了两下 突然感觉到里面有震动 铜壶里面还有某种液体 专家认为里面应该是古代的酒 当即就将它包住送往了研究院 首先就是将这坛2000年前的酒称重 共重13.22公斤 最后专家拿来高频超声波 冲水笔冲洗表面泥土 打开壶盖的一瞬间 沁人的清香扑鼻而来 这香味让人愈鲜愈醉 专家注意到壶口残留着许多铜锈 为了更好地保存美酒 专家拿来干净的玻璃容器 将铜壶中的液体缓慢地倒进罐中 在静置了一段时间后 这罐美酒形成了固液分离 再次测量这柄铜壶中 共储存了3.32千克的汉代美酒 再次观察铜壶 专家发现壶盖上有着传说中的孔雀蓝 犹如一块蓝宝石 简单观测完后 专家将注意力放在了美酒身上 用吸管吸取一点 送往了液体研究所 利用现代科技进行进一步研究 研究结果在一个月之后才能揭晓 这段时间 专家们赶回工地 队员发现了一个庞然大物 一个超大号的铜盆 铜盆之下夹杂着各种淘气 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将铜盆给抬了出来 专家测量铜盆直径67厘米 这么大的铜盆 在洛阳乃至全国 都算是一件西石珍宝 经过夜以继日的工作 一个星期之后 发觉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只不过牧主人是谁 这个问题尚未解开 而不久后 研究院传来最新消息 那壶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酒 有结果了 只不过这个结果却是令人瞠目结舌 这是中国考古史上 首次发现的古代仙药 当专家把仙药放到显微镜 下面检查时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这竟然是无数皇帝追求的生仙药 墓中相继发现大量金银器具 和炼丹器皿 但牧主却不翼而飞 难道他使用的生仙药飞升了吗 那他究竟是哪路神仙呢 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 贯中的美酒终于有结果了 只不过这个结果却是让人难以接受 在显微镜像 研究人员看着那些白色接近物 检测出来了大量的金属元素 做拉曼光谱 X射线野射 小描电竞能谱等一系列的分析解测 再多重方法相互印证 然后判定这个液体里面还有消失 我们也查阅了大量的古纹线 然后最终在36水法中发现了凡石水的配方 最终判定该液体为古人水法列丹所制的凡石水 凡石水在古代也被称为生仙药 原来牧主人是为了长生不老 所以才把这壶生仙药带到了地下 有了这条线索 专家再次回看考古发掘的成果 一些不知名且不知用途的器皿 突然就有了明确的指向 炼丹 牧主人最不朽的追求 终究没能敌过生死轮回 难道在牧主人的心中 死亡不是最终去处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韩吉少教授 在电脑上查阅着生仙炼丹的相关信息 教授了解到 西汉时期的人们为了修身养性 尝试着通过流传已久的巫术 来研究出一种长生不老药 炼丹修仙 就成了当时贵族皇室的毕生追求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途中 秦始皇受到了方术氏的欺骗 进而报复了方术氏 相传有一种推测 焚书坑儒是焚师书坑术氏 而史记上的方术氏 一生以占卜乌衣为生 坑儒一共坑杀了460多人 大多都是说自己能够炼丹 能够助人长生不老的方式 后代的几位皇帝也都向往着长生不老 毕竟那种奢华生活 又有多少人能够轻易放弃 然而事实却是生命终有一死 在地下埋藏上千年 最终棺木腐朽 尸骨无存 墓主人的身份也终究成为了秘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